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来教大家简单的煮意大利面的方式 首先你要起一锅水 那盐呢记得在水快滚的时候再加 因为盐有降低温度的一个效果 然后盐要加多少呢 就是你稍微尝起来有咸度这样就可以了 我并没有特别去记那个比例 面在锅子里面让它可以跟水充分的混合 可以均匀的去吸收到水分 这样煮起来的面会比较好吃 然后包装上面都会告诉你 这个面条要煮多久 假设是8分钟的话 我大部分只会煮6分钟 剩下的2分钟就是像这样 把它摇过来 我旁边炒料的这个平底锅里面一起炒 然后再加一点煮面水过来 这样就可以让面跟料的香气啊 跟它的那些味道融合在一起 加奶油是因为我这次要示范 澳洲有机无盐奶油 也不见得你每次都要加奶油啦 就是有时候加橄榄油啊 加奶油都可以 然后再去拌炒它 这2分钟的拌炒时间 就可以让面条去吸收味道 所以才不会面是面料是料 再来是水泼蛋 我跟大家讲过 就是水滚蛋打下去之后 不要动它 就像这样 它就成型了 然后我现在做的摇水动作 是在它成型之后 因为我要让蛋黄的熟成 看到底要熟成到怎么样的程度 煮水泼蛋不难 但是就是要有耐心 这就是我教大家简单的意大利面的料理方式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